研究人员发现超过九成的儿童在9至11岁的时候 可以做到对儿童建议的中等至剧烈水平的体育锻炼 但是到了15岁的时候 只有31%的人可以在平日才可以达到建议水平 而17%的人在周末才可以达到建议水平 研究人员估计每年体育锻炼量实在是减少 每日减少约40分钟 这个是事实 但是有希望 即使每日步行仅仅15分钟 亦都可以带来健康的益处 如果你的孩子不经常运动 我鼓励你进行家庭活动 比如踩单车、远足、打球或者游泳 计划进行积极的家庭活动 将会使你的整个家庭保持健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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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转发